他叫刘丹,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,中国内地女演员,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,1993年参演首部电视剧《火把寨》进入演义圈,1995年因出演在《向榴楼光河》新龙门客栈而受到关注,1998年在《环珠哥哥2》中饰演了《香飞而走红》,1999年主演电影《情人假日酒店》,并凭借该片入为大众电影《百花奖》最佳女主角奖,但可惜的是2000年刘丹因车祸提早离开人。 留给粉丝们的确实淡淡的回忆,十几年前的高速公路上,一辆轿车因超速撞上障碍物发生严重车祸,而车里坐着的正是《环珠哥哥》剧组的刘丹,他在休息睡着的时候忘记进安全带,被拽除车外身亡,为你随机相消欲远。 肖剑德扮演者朱洪佳,因为当时是两个人在车上,结果刘丹飞出了车外,朱洪佳则是逃生,在现场朱洪佳忍不住,伤心落泪。 刘丹车祸的去世,显然看得出朱洪佳非常的悲痛,但他却没有向公众坦白他是刘丹的男友,人们因此非常的鄙视朱洪佳的懦弱,骂他不敢坦诚令情。 字幕提供 李宗盛